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妍 平遥的特色小吃,碗托来了哦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比凉皮还要好吃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先放入盆里300克面粉 3克的食盐 再加入300克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差不多搅拌至2分钟的时间 把面粉的筋线搅拌出来 像这样没有面疙瘩,而且搅着有点阻力 再准备220克清水分次加入 一点点的搅拌 一直到现在这样,看着比较顺滑的糊状 而且也可以用勺子试一下 把勺子放进去很容易挂勺,这样就可以了 搅拌成这样的状态 一共用了520克清水 然后面糊醒面20分钟 20分钟以后再继续搅拌均匀 以免碗底沉淀 准备3个盘子 底部刷上食用油 用勺子盛出来2勺面糊 放入盘子里面 如果想吃厚的可以多倒一勺 想吃薄一点的可以少倒一点 像这样看着比较圆圆的 这样的形状就行了 把其他的也倒上面糊 提前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把盘子放入蒸笼 上面再加两个筷子可以多放一盘 水开之后蒸8分钟 看着有鼓鼓的泡泡,这样就熟了 晾一下之后将它脱模 看一下这样非常光滑的碗托 就非常轻松的就出来了 这样做出来非常的光滑 几个落在一起的时候 要刷上食用油 这样不会粘连 做好以后切成宽一点的条状 放进盘子里 锅中放入食用油 把松花放入锅中爆香 放入少许的火锅底料 把火锅底料炒至融化 再放入半勺的细辣椒面 这个细的辣椒面不是很辣 如果不喜欢可以不放 再放入蒜水 翻炒一分钟 激发出蒜的香味 放入一勺生抽 一勺食盐 放入水淀粉 用铲子搅拌均匀 炒至锅中沸腾 就可以出锅了 把切好的碗头上面 拎上香醋 再拎上炒好的卤汁 哇!看的真的是太香了 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用筷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口感进到爽滑 香辣好吃 每次做一大盘都不够吃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